国家为他们建的房子 你看 这一家 给不给力 什么这有吗 什么这有吗 通行这 通行这 这边的物件是26块钱 26块 6块 今天从查一出发去夏城 咱去找个地方露营 昨天在这边休假了一天 去两天去 暗路还是蛮累的 今天天气有点不好 先去加油了 这箱油已经跑了 从丙中落加过来的 385了 还有两个 又是熟悉的体统加油了 我就算2.5个油百公里 现在是3.86个 要加9.65升 那我加9.5升 那我加9.5升吧 看看股村的准不准 这边加油很严格 疾痛不是自己加 叫加油员帮你加 我算的刚刚好 你看我算的刚刚好 刚好是满的 加油站的对面 有个大瀑布 我刚才还好没有加9.5升 加了9升 就刚好加满 因为我反应过来 我的油耗应该没那么高 这边的92号 油价是9.33 我们看一下从丙中落 跑过来油耗多少 2.33油耗 这车还可以啊 第一天是12档跑烂路 第二天是23档跑烂路 2.33油耗 速度跑慢一点也不怎么好油 这里就是茶余县城 蛮小的 黄远 2.33有个小条 8.6公里 海豪 他们在聊天 车来了 咱们会一下车 好 这个是下潮雨大桥 应该就到下潮雨了 这边也是这么一条街最繁华 我现在讲个地方 所以有点物资 这边没有买菜的 可能想买点菜子 就买点水吧 买点干粮 压缩饼干 这沙琪玛吧 这边的物件是沙琪玛 泡面加一瓶水 26块钱 这里是21块5 然后这里应该是4块5 这个胡萝卜怎么卖 5块 5块 是火锅的动物料 这个怎么卖 10块 这个西红柿怎么卖 7块是6块 6块 你这边有鸡蛋卖吗 鸡蛋卖完了 卖完了 西红柿卖一个5块钱的 来小半 鱼粮筋 竹鱼粮筋 要有买点连续 哦 10的6块钱 土豆怎么卖 这个3块 2白 3块 5白 加3块 这边是不可能有新鲜肉卖的是不是都是冻的 新鲜肉也有就是早晨有 早晨那边有个菜市场 菜市场你去完了就没带了 新鲜肉是 它有时候杀猪有时候不杀猪 这个地方小了人少了 那它新鲜肉是除了猪还有鸡吗 就是有猪啊有鸡啊也买鸡 好谢谢 那边有 来到这边你就别想吃新鲜肉了 全部都是冻不平 要吃也行 要很早过去 现在都下午了 在这边转来会好热啊 我只穿着一件冲分衣 应该海拔很低 一件短袖一件冲分衣 冲分衣又拉下来了觉得很热 海拔1460亿 比潮雨线 低了接近1000米啊 难怪这么热 刚还见去潮市问了一下 这个镇子都没有散装的米称 所以没有米饭吃了 就能吃面条先了 所以小的都是5公斤的10斤的 哎我带不了 这边有鸡蛋卖吗 有有鸡蛋 鸡蛋怎么卖 25 一百吗 如果是个呢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五个吧 能给多一个袋子给我再装一下吗 谢谢 这里有那个反装的米卖吗 有 多少钱一斤这边 三块 三块 那要个2斤 还是买到了3多么米 2斤6块钱 我的鸡蛋一定不能碎啊 放在尾箱吧 米的话放在NC盐就行了 先把鸡蛋抓稳 没有买那个放鸡蛋的双重保护 放在这里现在问题不大 这边比较空 刚才的干粮啊 还有蔬菜 都放在这里来吃 米也放在这里 很能撞的 你看带了多少东西呢 还有2400多看的到雪山啊 真景不错 这个登仁部落也就是沙穹村 是一个一线边境村 那个山后面应该十几公里啊 就是中印边界实际控制县 边境村的建设 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啊 网上有很多人说 它这边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 但实际上 现代社会了 他们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会了 一夫多妻制 是他们以前远古的时候 这里就是香蕉树 这人是能够种香蕉的 那边还有结果的香蕉 这个是枇杷 这个是结果式的香蕉 你敢相信我现在是在西藏吗 是可以骑车开车进去的 所以咱现在 举着搬起逛一下这个村子吧 登仁又称登巴 有自己的语言 无文字 目前共有1300多人 是西藏人口最少的族群 国内尚未从法律上确定为少数民族 也就是它不在56个民族之外 有一种说法 它是第57个民族 解放前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 这个村是它聚集的主要村落 海包在1500到1760米之间 常住人口370人 这是边境新村啊 见得真不差 我们往高处走 看一下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子的 这条村是到这户人家的 真好 有转门的这种公路 这个村子我感觉 比我广东的农村都好多了 后头瞧一下里面的构造 哇院子里面好大啊 咱从高处看一下 每家每户都有国旗啊 国家为他们建的房子啊 你看这一家 给不给力 哇多舒服啊这种院子 上面就是雪山 这个围墙都是统一的 这屋子太好看了 上面是木的 好像竹子 这上面是竹子 看 哇还有地哦 院子里还有地哦 种植物菜 这个村子是不是 比你们老家农村强多了 反正是比我老家农村强多了 这不是一个级别了 这个就统一规划了 大家户户都这样子 而且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啊 香蕉啊枇杷啊 很多水果都能种啊 哦这边是 一个小广场 看一下广东远城底边医疗点 哇哦 还没建好呢 还是空荡荡的 很多物资开会的地方吗 很多物资开会的地方吗 你们觉得这个村子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很棒啊 看这个天气 感觉可能下雨啊 所以我露营的话 最好找个有遮挡的地方 这个不好找了 哇你看那边 四面都是玻璃啊 玻璃房 真舒服 往这边瞧瞧 又是一棵枇杷树 这个枇杷真的好大 我感觉比我广东老家的枇杷很大 这个村子感觉人好少 应该大部分都去打工了 后面是上山的路吗 我踩到上面看一下 这边就是他们的种植区域 这边应该是种稻谷的 不是种青棗的 他们的田有这种围栏围起来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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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层也是 素周都是玻璃 是吧 在这边我实在没有找到 可以遮雨的露营地 所以现在往下一个地方走 我可不想再淋雨 来吧 我先来吧 来吧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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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村委会的吗 不是 我们 湖边 湖边 我没有这个证件 我进不来查鱼的 可以转一下 好 来这边看一下吧 旅游的 前面是不是没路了 前面没路是 前面没路是 只有你刚刚上来的路 没有我在山下看到你们村子很好看 就想上来看一下 上来好像又不是很高啊 下面看起来这里很高啊 这上面看起来又不高了 这个这里是最高点吗 就是我们那边是最高点的 最高点啊 上去 上去 前面还看到那些吗 前面吗 前面 前面有幼儿园 他前面没有 幼儿园什么都没有 前面也看不到下面是 前面也看不到 那行吗 下面还有路吗 下面路是没有 我们去田地里的 田地里啊 只是你返回去才一步 好的好的 好的 你从哪里来 我今天从县城过来的吧 县城吗 哦 掉头吧 县里的人不欢迎 把他们慌得要死 拍我身份证还拍我边防证 为什么愿意给他们拍呢 首先 这是他们村子里了 然后他们拍了 也不能干嘛嘛 所以他要看就给他看呗 这个村子的山下看很好看 这山坡上 进来又没啥了 刚才那个村子就 过那个铁桥 然后翻山上去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以前的老桥 这以前的老桥都是木的 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那些木头都腐烂了 不过这些铁锁什么的 不过这些铁锁什么的 都还在 以前这种木桥只能走人呐 摩托车都走不了 过了这个桥上去就 那个村子就死路了 这个村子还是很特别的 专门修了一座桥 铁桥汽车也能走了 现在 桥的两旁有这个水泥端 哦 以前就这么过去的 现在这边都已经没木头了 塌掉了 长满了树枝 找个地方抓人真不容易 死路了 这边抓也可以 反正是死路 今天已经快七点半了 但我还是没有找到 不够遮挡的录影地 先睡吧 晚上是会下雨的 我好像找到个地方可以扎营了 看到没有 里面扎营应该没人管啊 找到一个好地方 哦对 扎营扎这里应该 就不怕雨了 完美完美 这是夏茶雨震的一个 小广场 广场的音乐响起来了 太吵了 东西已经卸了 把番茄吸进来了 刚才就这里做饭 然后这里搭脏 一定要注意卫生 然后那边 那边是有个厕所的 这也是有水源的 看到没有 那里是有水龙头的 我刚才看了现在那个水比较浑 但是可以洗东西嘛 我有纯净水 吃的水用纯净水 今天终于不用担心被雨淋了 因为你们看 乌云密布啊 重点是我看了天气暴 下雨的概率太大了 藏式歌曲已经响起来了 先煮个米饭 待会炒个菜 好像有点尴尬 这边 露营 然后那边已经有 藏族人跳舞了 虽然颠了很久 但我的鸡蛋也是完好的 很美 她的 让你再看了 你下次再看了 这边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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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火开大一点了 你们看这个蛋 不会粘的 所以我不用翻 放点酱油了 下番茄 番茄炒蛋 哦 有一根胡萝卜 加点纯金水 这道菜好了 再加点盐就可以了 下一道菜了 没时间洗锅了 土豆炒胡萝卜 加点火锅底料比较好吃 因为没什么料加了 火锅盐 打连冷水 大平洋 炒炒至 打开 石油 上来 瓦蘿蔔炒土豆 哦 番茄炒蛋 咱们开饭了 葡萄炒胡萝卜 虽然没有什么其他料加持 要是有火锅底料 味道我觉得可以 我在吃饭的时候 你们看 有一条小狗狗 他很怂啊 不敢过来 可能闻到我的香味 就没有肉 都是素 你又不吃 狗狗又来了 我快给他吃 看他吃不吃 看他吃不吃 酒 你不要吃 我快给你吃 那是有火锅底料 点净 感谢观看